OK 長毛突藥 窩居看樓團 Anthony 我們不少讀者都要自己一個住 甚至要自己裝牙絲和要加固 不知道用到這些電梯難不難危險的呢 其實一點都不難 最好安全點 讓我裝修東尼就教大家了 Power 鍵 輕力按就慢慢轉 按完就很快轉 右邊有啪啪按鍵 左邊就逆時針轉 右邊就順時針轉 順時針就是收緊螺絲 逆時針就是鬆螺絲 你會看到一二兩個按鍵 其實是波段的調節 好像開車一樣 一波就扭力大轉速低 二波就扭力低轉速高 放下去之後我就輔助手向上拿著 好像扭起水蓋一樣 順時針就扭緊 扭好差不多之後就再給點力 這樣就上直了 你會看到電梯上面有很多數字 那數字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是一個阻力環 它是一個半自動功能 控制一顆螺絲 收到硬的木材裡 什麼時候會停 數值越低 就遇到很軟的木材也會停 數值越高 就遇到很硬的木材也不會停 �도在兩個人 都會停電 就不要再停電 整個水去 掉到我也可以 不停電 都會停電 流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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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個按我手尾啊?關門先 咦?關不了的?不知你有沒有試過這種狀況呢? 其實這個櫃門膠有兩音螺絲 只要輕微調整就可以把你的櫃門 由不平衡拉平水關門都變得沒有難度了 煙斗膠上面有兩音螺絲 一顆如果鬆了它就可以控制櫃門和櫃口 之間的整個距離 第二顆就是控制櫃門向左或右的覆蓋量 這個櫃門前後的距離已經調好了 但它還有些問題 你會看到左右不對性 右門向左下傾 那要怎樣做呢? 其實油膠呢都有分別 纖維膠跟羊毛膠 但羊毛膠呢我一般人不建議用的 因為索油比較多 同時呢它的膠痕呢 都是絕對比纖維膠明顯 纖維膠呢索油沒那麼多 沒那麼浪費之外呢 它的膠痕呢都比較平均 另一方面啦 香港人用的就是這隻油掃 一般五至六寸長 如果你掃下去的時候呢 上向下掃 那掃痕就會向直紋的了 如果你是用稀一點的油呢 出來的痕就更加少 更加美 這一邊呢就是羊毛膠的膠痕來的 那你會看到它的膠痕呢 比較不平均和比較粗糙的 相對於纖維膠的膠痕呢 纖維膠是比較平均和細幼的 那下面呢兩邊都用油掃油出來的 那右邊呢就是稠一點點 十份油一份水混出來的 很明顯地見到 掃痕呢是明顯一點的 摸下去呢 都是凹凸多一點的 那這邊呢就是十份油七 三份水 混得稀一點啦 並且游了兩層的 那你就會見到 掃痕呢就少一點 又滑一點 如果我家裡DIY有時間的 不妨是混稀一點 游多兩層啦 想借錢公仔裡出國讀書 但又擔心負擔好大? OK長毛業主私人貸款 提供得衛利率 和長達96個月的還款期 還款輕鬆小負擔 借還是不借 還得到才好借